5月9日马来西亚第一偶像唱跳组合 东瑜哲写新歌黑白说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作为出道9年来正式建军中国市场的首唱 他们自然是相当的重视 一登台他们就率先献唱了新歌黑白说 复古的电子音乐气息 以假乱真的声线和唱法让人眼前一亮 我喜欢的人不是我的错 只属变成我的颜色 9月9日马来 我我哭哭 我我哭哭 爱不说清楚 I just wanna try 一步一步 但爱不懂 自相回不出 9月9日马来 我我哭哭 我我哭哭 除了唱歌跳舞 他们还让北京的媒体见识到他们的多才多艺 无论是各种语言还是格斗技巧 都手到擒来 这么多才多艺 这也就难怪林俊杰 光良 张慧春等歌手都纷纷隔空送祝福 并卖力推荐他们了 虽说唱跳组合东瑜哲 进军中国的首唱进行得十分顺利 他们的表现也堪称完美 可是你们知道吗 直到发布会结束 他们还在大呼自己紧张 真的很紧张 对 然后想说第一次踏入北京 就是进军中国 也很担心就是我们的状况 或者是整个感觉会是怎么样 希望这一次不是第一次 会有很多的 更多的机会来到这一边 更多的机会来到这一边 更多的机会来到这一边